新闻 哇 哇 哇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 哇 哇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社會記者戴智陽先生 第二位是媒體工作者鍾年晃先生 第三位是大氣系的教授 曾鴻陽 曾老師 以及另外一位媒體工作者 王瑞德先生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大家非常關心 這個談美颱風的消息 那麼這個還放了颱風架 對不對 那麼我想先問一下我們的曾老師 OK 現在這個這波的雨勢 是今天就會結束還是說會延續 因為我們最怕的是颱風過之後 帶來的那個雨 對不對 那這個談美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實際上如果用現在的 這些資料裡面來看 那到底雨是什麼時候會停 那它的先後次序實際上是有關的 也就是說當這個颱風 剛接觸到台灣的陸地的 這一個瞬間的時候 實際上來講大部分的降水 是在北部跟東北部這個區域 那等到它慢慢的離開 當這個颱風到達到台灣的 這個西北方的時候 這時候實際上來講 可能在中部跟南部這個地方 它才會進入到 可能比較大的這個降水 那你要等到它整個離開以後呢 那慢慢的全省的雨勢 就全部就會緩下 老師來 我們用圖啦好不好 讓觀眾朋友比較看得清楚 這個就是韓美颱風 這個是在今天早上10點鐘的位置 可不可以說在這裡 它的路徑是這樣跑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會吹過台灣 對 現在是會從這個北部的外圍 剛好從這個旁邊 所以這個中心線是從這裡 對 從這裡 現在我們播出這個時間 颱風中心應該就在台灣北部附近 就在這裡 對 差不多在那 是在這裡嗎 對 OK 那這是個輕度颱風 對 輕度颱風風不會很大 不會很 相對來講啦 你看跟誰比啦 已經看到它輕度颱風的上限 那就等於有點像中度颱風 可是我想問一下鄭大哥 你那邊有一個當年的那個 巴巴風在那個莫拉克 那個倒雲的那個 有一個人在倒 對 OK 自從有這個衛星雲圖之後 我後來其實我看不太懂氣象圖了 但是我就看那個雲就對了 看那個雲的多少 所以那個時候是覺得有人在倒水 所以爸爸的時候 這是一個人頭 這是一個身體 這是腳 這是手 他把這個水倒出來 所以你看那時候台灣在哪裡 完全就在這個雲 在雲蓋住 所以就可以知道 那個表示那個雨量會很大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台美的 OK 就是我們這次的颱風 所以按照這樣子 這個雲也不小 這蠻大的 是啊 這個裡面你要去看那個雲的多少 實際上來講 我們現在最怕的那種雲的形狀 就剛才莫拉的時候 所看到那個樣子 那個如果只看衛星雲圖 它有點像個那個所謂酒 就這樣照過來 它有點像個酒 給老師 它就是這樣子 它有這樣子過來 然後你會看到它旁邊 它會帶阿拉伯素 那它就整個一直上來 拉了一個直線整個上來 你只要這樣講 威力踩又開始簽酒 這個 果然扯到酒就不太好 這個還沒有 這個還沒有 沒有 這個相對裡面來講 你看它比較鬆散 它帶在這個旁邊上面 它不是帶在這個地方 因為從這個地方上來 是從印度洋上來 那個水氣非常的多 所以它一帶了以後 就是整個帶上 一個車子就拉過來 我們這是從太平洋上來 對 那莫拉克之所以那麼強 會不會是跟這個人有關係 倒那麼多水 你要這樣想我也沒辦法 網路上都在講這個人 這過去沒有發生過 其實說 如果老師剛才這樣改水 那個人的魂跟我們沒關係 我們最有關係是那個酒 你現在是說魂魄的魂 還是天上的魂 你怎麼說得真糟 7月你一定要這樣子嗎 現在7月耶 今天又15了 7月15 那個大潮是什麼意思 大潮就是說 淡水淫水淫水 淡水淫水 它那個大潮就是 那個海水的水位 會比正常要來的高 就是說受到那個月球的影響 它的吸引力 所以那個海水的水位就比較高 這就進入到所謂的大潮 會高那麼多 高到淹水喔 不會啦 一般來講它那個大概就是幾十公分 但主要你要淹水就是最主要就是要用風 因為那個海浪最主要是風在吹 如果你的風越強 那個海浪吹起來就越高 那就有點像那個海嘯 它可以拉高到幾公尺 那你在岸邊爬的時候那個浪潮就越高 大潮的觀念其實是說 今天說為什麼呢 因為它大潮海水不是長起來對不對 那我們淡水河 如果水滴落在後 海水滴落的時候它要排出去 它排到這裡的時候排不出去啊 因為海水高高了啊 然後它又弄到底 十五個月就好了 十五個月也是慢慢下來 你在那附近基本上來講 他都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在那附近 只是說你在食戶的時候 是達到最高點而已 所以老師 我們再看這是譚美 你如果這樣過來 所以現在這是會補兩點 所以我們暗時現在差不多在這裡 但是在這裡的時候 它給水先帶進來 鋒台要走的時候 其實也還有給水 所以這邊給水會差不多多久 這個火水基本上 以現在氣氧局的預報 你差不多十幾點鐘 因為我們這樣算 就是說它走開 這個颱風的半徑 差不多180公里 200公里 那颱風每小時 大概移動大概是20 我們用20公里來算 那等於是前後400公里 那你20個小時 20個小時 這邊有一個圖 就是說這個台美颱風的期間 會影響的這個總雨量的預估 特別要提醒的是 你看新竹 新竹苗栗山區 降雨量會到700 從700到1100 你知道有什麼嗎 你知道有什麼 新竹有沒有 尖石五峰那 苗栗山區有什麼 那樣多好嗎 那當然除了那個洪 我把它講完了 還有台中南投山區 也是800到1100 然後再來這個嘉義台南的山區 1100 也是600到1100 然後高雄屏東的山區 700到1000 然後再來是宜蘭的山區 是300到500就還好 花蓮就更少 所以也就是山區 現在的西 而且都是西部 對沒錯 那麼為什麼每次都是新竹的 尖石五峰跟苗栗 這個山區會這個樣子 因為很簡單 台灣的地形是什麼 我們都只知道一個 中央山脈對不對 其實中央山脈 是從北部的中段 然後到南部這樣子 它還在有一個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跟中央山脈 快交界的地方 剛好形成一個 類似這樣扎起來 一個形狀就對了 所以讓颱風的尾巴掃過來的時候 到那裡剛才撞到 撞到之後 讓它在那裡在那裡 他真的在氣象專家 旁邊說中央山脈 因為我背山的啊 我是爬山的啊 他是青陽專家 但是我是登山的 沒有 瑞德哥講的是有道理 因為我們譬如說 像用這個圖來講 我們的那個颱風 都逆時針旋轉 一直旋轉一直旋轉 那我們從這邊過來的時候 剛剛瑞德哥講這個 中央山脈 中央山脈 然後它整個氣流到這邊的時候 這樣轉過來的時候 出不去 就是被山脈擋住的 所以它整個氣流 會在這邊降雨 那倒是有這個道理 你果然是跑過防胎中心的 對 所以剛好就是這樣子 如果是要這樣講 我果然是經歷過颱風 誰沒經歷過颱風啊 在台灣 1,100毫米 大家聽幾步 到底什麼意思 很簡單 1,000毫米就是一公尺 你想像台北市 全台北市下了一公尺 你想像 可能問題是下一公尺 它不會平均分擔 它有地勢比較高 地勢比較低 地勢高就不會淹到 地勢低 就整個淹到一層樓高 兩層樓高 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在短期之內 一兩天之內下了這麼多雨 當然就淹水 因為你來不及把它排出去 是 那跟節氣有關係嗎 陳老師 1996年的賀博颱風很有名 對 那個時候 它是騷中南部 造成嚴重的災情 阿里山觀測站 單日的降雨量是1094毫米 1094毫米跟你現在講 不 它現在看的這是 從頭到尾 累積雨量 它稍微兩天三天 跟降雨時間有關 它那是一天 就一千萬 阿里山公眾 阿里山公眾 好不然 台風一拜 阿里山公眾是1996 兩公尺 整個阿里山下兩公尺 莫拉克當時 阿里山是一枚就破千 那個就很嚴重 因為它等於是一個晚上就破千 這要這樣算 從21號開始算到22號 等於說是48小時到更久 差不多兩天 的期間之內下的雨 最怕是集中 對 瞬間雨量 瞬間下來 因為你爸爸風災的時候 瞬間雨量太大 一個晚上 其實它兩個都有可能 一個是瞬間就把你擊垮了 那另外一種就是累積 慢慢讓你累積到最後 把整個土壤 整個侵蝕 讓你整個綁 所以它兩個同時都在 其實很簡單 說一個道理就好 這次的颱風 從譚美還沒進來 南坎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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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淹水淹到整個都再見了 下交流道 總不太死在那裡 因為已經淹水 然後車子全部都拋錨了 結果已經大塞車了 兩百毫米而已 兩百毫米就讓你這樣 你一千毫米要怎麼辦 報告登山專家 助理拿照片在這裡 這就是南坎 南坎交流道 以前說不會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 跟五陽高架才有關係 我們現在不是去桃園航空城 我們現在是去桃園航海城 你們都遇過 水淡樂園 為什麼 為什麼 五陽高架 他們就說從五陽高架蓋了以後 有可能是因為五陽高架蓋了以後 你那個排水系統 下來了這裡的排水系統 沒有銜接好 沒有濃厚 結果後來一下雨 聽說是五陽高架蓋了以後 才開始這個樣子 這個我跟妳講 我有親身體驗 我們新店最近 不是開了一條 安一號特一號道路 剛好從我們社區門口 對 我們社區門口 是從來不會積水的 那條路開好之後 開始積水 遇水則發你要發了 是 問題是不是 怕連出門都出不了 真的 因為我在那裡大十幾年 以前從來不會積水 那條路一蓋好之後 門口就開始積水 沒錯 因為它高架道路高 因為特一號比較高 對 雨水全部往兩邊比較的地方下來 然後它地基又墊高了 變成說你原本高的地方 跟它比起來就變矮了 水就往那邊下來了 不過瑞德 這是南侃交流道 沒錯 交流道 你知道交流道 如果你從空中看下來的話 從高速公路上面看下來的話 就變成一條河道 南侃交流道是一條河道你知道嗎 最離譜是為什麼 它交流道基礎 我們大概只有在莫拉克風災 莫拉克風災那時候 要從南州交流道 我要下來 都沒辦法下來 所有的包括 所有的救援車輛 裝甲車全部 尾腰舞動 軍方全部都卡在高速公路上面 為什麼 會陷到一陣子 所以交流道 沒辦法下來 南侃這個是比較離譜 是以前沒有陷到那裡離譜 因為你車下來 已經下來 你心裡想說 交流道應該是沒關係 對 過了這邊全部拋毛 拋毛車怎麼辦 他不可以 那後面又繼續來 所以一直後來 是在雨小一點的時候 想辦法把這些拋毛燈 用推的 用拉的 全部拖走了 然後後來發現一個現象 是後面 高速公路那裡 全部逆向北空 逆向北空 不然就踏車 你又逆向北空 塞得更嚴重 不是啊 那個時候馬上要輸倒了 對啊 這是因為沒想到 大家沒料到 可是元凶還是因為舞陽高架 但是不是說舞陽高架不好 而是說 你沒去想到說 他會造成這樣排水系統的現象 好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娜力的時候 我也是在基隆路 大家看他報舌 因為那時候要去報舌 要去聯合報